我是理論時報記者莊永山 今天我們要來特別採訪我們 李宜貞總經理來談 他跟三寸今年的這個故事的姻緣 來我們請李總經理 開始 可以大聲一點 談這個姻緣的話是在20人前去大陸 去大陸的時候我在湖州 那湖州有一天我就跑去美容院要洗頭 結果進去的時候有一個婦人她就在那邊 欸你是台灣啊你是台灣人 我說是啊 我就在那邊問那個老闆娘說 這邊要買地去哪裡買 結果隔壁的婦人就講了說 那我帶你去 結果她不是帶我去玉店 她帶我去她家 那我進去她家的時候 她家裡有一個小朋友 差不多小學一年級 我看她在那邊玩啊玩啊玩啊 結果她穿的襪子是破的 那她就說阿姨你好 欸這個小女生蠻漂亮的 所以她那個媽媽就說欸 那你當女兒 我就很奇怪 她馬上那個小女生馬上叫我乾媽 那時候我當下我就把皮包上的一百塊美金送給她 她們因為她就是一百塊的美金 她們有三天三夜全家人都睡不著覺 因為她們從來沒有看過美金 欸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喔那個就認就乾媽了 那我就支助她啊學會啊什麼什麼衣服啊什麼 我就一直就是延續下來 有一天她媽媽 我在過去福州的時候 她媽媽就拿了這雙鞋子出來 她說謝謝我 我這麼照顧她們的家庭 每次去她們就是在過年 她就告訴我每次你來了 小妹啊你每次來我們家在過年 因為我去的就是買一些台灣的東西啊 去那邊她們所有的米啊什麼都是我在支付 所以她們從很貧窮慢慢的 那這個乾女兒她現在也是嫁在美國 在那邊買一棟帽子也送給她 我回來以後就送給她了 所以她就把這雙鞋子送給我 所以這是她的老祖母留下來 她們最珍貴的一項東西 所以就留給我 就送給我說 可以就是保有這個 就是保平安說讓我 活到一百歲 那這雙鞋子就讓你看著她活到一百歲 可能這雙鞋子已經兩百年 這雙鞋已經兩百年 所以我一直都保留她 就是這雙鞋子的恩怨 非常好 我們很高興我們李總經理 她這麼精彩感人的故事 她的意涵 除了故事之外 還有她的這一種關懷 友誼愛心 讓一個家庭充滿了希望 充滿了感恩 這個就是我們做人最難得的這一種機遇 我們恭喜李總經理 謝謝 謝謝